瓦格纳的创立过程有普京的因素 普里哥任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庞大的连锁饭店网 常为克里姆林宫宴会提供餐饮服务 而普里哥任为总统端菜上桌的照片 让其获得普京大厨的雅号 2012年普里哥任牵头组建特别公司 为克里姆林宫执行秘密军事任务 他选择的搭档是退役军官德米特里乌特金 此人在军营度过了20多年时光 所有技能也来自部队 上世纪90年代征战车臣 还获得过中校军衔 但被强制退役后却一度穷得身无利锥之地 由此普里哥任开始打造俄罗斯特色的PMC瓦格纳 当然对外宣传还是PSC性质 成立头两年 瓦格纳主要是为身处敌对或偏远地区的俄政府 商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防御性保安 这种服务建立在纯粹的商业合同基础上 服务项目有对高管贴身保护或当保镖 在管理人员进入危险地区前进行培训 设计并管理公司安全方案和使用当地保安人员 支持人道主义扫雷 瓦格纳同俄军的关键区别是他们不主动参加军事或进攻行动 其雇员虽配备武器 但何时何地允许使用 受到严格程序指导 然而2014年乌东战事爆发后 情况变了 乌特金亲率公司战队同顿涅茨克亲俄民兵合作 2016年公司在顿巴斯作战的详情出现在圣彼得堡风坦卡报上 还提及瓦格纳在全俄以及独联体国家招兵 用现金支付高薪代价是去乌克兰等冲突地区打仗 严格来说 瓦格纳雇员在俄罗斯境外活动是游走于灰色地带 俄国防部则不对这些商业士兵死亡情况发表声明 理由是这些阵亡者没有军级 2014年之后 俄几乎所有境外军事行动都少不了瓦格纳的身影 2015年 俄出兵叙利亚 俄官方称 瓦格纳只承担人道援助物资护送 冲突降级区安保 要地防御等消极任务 但西方情报机关认为瓦格纳早就是战场主力军 2016年12月9日 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 为瓦格纳参战人员举行 为国英雄欢迎仪式并颁奖 包括公司经理乌特金在内的三人获此殊荣 公司经理乌特金曾向普京保证 瓦格纳用20%的成本完成80%的任务 此后 普京又为多名陆续参战的瓦格纳人员颁发勇敢勋章 瓦格纳以分队方式 嵌入续军基层单位 承担坦克兵 炮兵 航空兵 侦察兵等技术兵种任务 他们取得的战果 甚至受到国家层面奖赏 此后 瓦格纳的生意就此一路开挂 因为他们找到了厉害的生意伙伴 早在2014年9月 旭政府颁布第55号法令 允许国内组建私人武装评判 待俄军介入后 瓦格纳老板普里哥任结识叙利亚的洛克菲勒 穆罕默德贾比尔 将大批瓦格纳教官 安插进后者打造的沙英旅 这是以续退役军人和阿拉维派男性为班底的私人武装 以贾比尔的石化商业帝国 市值43亿美元为后盾 奉行战胜中奖 战死重序措施 官兵士气高昂 作战骁勇 随着沙英旅一路攻城掠地 瓦格纳也涉足能源出口 设施重建等业务 普里哥任和搭档乌特金 就在前线帐篷里接待过各国商人 高额收益助力下瓦格纳公司规模持续扩大 2016年为1452人 2017年增至2738人 即便2017年8月 续总统巴沙尔解散沙英旅 瓦格纳全套人马依然被续军留用 至于贾比尔则定居莫斯科 在瓦格纳保护下延续石油贸易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 当俄军主力向基辅极尽之际 瓦格纳就非常活跃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斯伯乌 曾指责瓦格纳企图暗杀总统泽连斯基 但根据英国国防部 2022年9月一份报告 随着俄军进攻受阻 瓦格纳越来越多的像正规军一样 投入常规作战 与乌军争夺一个个居民点 像马里乌波尔 北顿涅茨克攻坚战里 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等媒体里 瓦格纳经常露脸 他们对记者采访更开放 各类战地报道 让公众感觉他们非常酷 因此在俄国内收获大批粉丝 据调查 俄乌冲突前 瓦格纳麾下的战斗人员 基本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退役军人 月工资不低于1200美元 受伤补助4500美元 若战死 家属会得到7.5万美元抚恤金 这都是俄军人待遇的两倍以上 这都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退役军人员